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Sarah 真的是好久没有跟你们录视频了 那今天呢是想来和你们聊一聊 我近期购物的一些彩妆品 护肤品以及两个我种草已久 这一次终于收入囊中的美容仪器 那如果你对这一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就先来说这两样彩妆产品好了 那其实还蛮打脸的 因为在年度最爱的彩妆片里面呢 我讲了2020年会尽量减少彩妆产品的开销 没想到才年初我就又买了它们 其实它们的单价也没有很高 但是我的眼影和腮红真的已经是非常多了 那这一次呢我又入了Tom Ford的这个03号 叫做Body Heat 到时候会在视频上给你们放一个眼影的手臂试色 那我在视频里就不刷了 然后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眼影就是用这一盘画的 这一盘当中我最喜欢的两个颜色呢 就是这两个 首先呢是一个看起来类似于香槟色的一个颜色 但是画在眼睛上之后呢 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偏粉的荧光色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酒红色 砖红色 这一盘的话呢画完之后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很温柔 我觉得比大地色呢会更加的有特色 但是呢又很自然 不管是出门约会化妆 上学上班 这一盘呢都可以画 并且呢这一盘是可以干化也可以湿化的 那如果你想要画一个比较浓艳的妆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做到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Tom Ford的眼影的话呢 不妨从这一盘入手 真的是超级漂亮 我很喜欢 接下来就是一个来自Mac的腮红 它的包装非常的轻便 透明的亚克力 颜色呢是叫做So Natural 它的质地非常的懦软 给你们在手臂上刷个色吧 然后它的显色度呢不是那么的高 它就是一个橘调的腮红 非常适合夏天 或者是任何粉嫩的妆都可以试它 虽然颜色看起来呢 可能不太适合黄皮 但是呢我觉得黄皮刷上去毫无压力 并不会显黑显黄的一个橘调腮红 如果你是化妆新手的话呢 这一款腮红也非常的适合 因为就随便刷嘛 不会出任何的错 也不会显得突兀 和你的妆容呢都能够融合的非常好 也不太需要孕染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近期入的 并且用的很顺手 很喜欢的一把腮红刷来自于Chanel 那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特点就是刷毛比较长 并且呢在这个顶部 它是属于比较尖的那种 所以可以非常精准的把腮红定在我想要它在的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款它比较松散 可以用它来循序渐进的叠加腮红 比如说你可以用两个腮红去叠加 那比较深的那个颜色呢就可以用它来沾去 然后画在一个比较集中的位置 然后一款淡的腮红呢可以稍微大面积的扫一下 这样子呢整个腮红出来就有一个渐变的感觉 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 顺便给你们分享两款我之前一直在用的腮红刷 那一支呢是来自于专柜叫做Tom Ford这个品牌 另外一个呢是Real Techniques 其实这两把呢我更加推荐这一把 因为它的话呢比较适合化妆新手 并且如果你平时用的腮红显色度比较低的话呢 用这把刷的沾取之后三两下就扫好了 不太需要去预染 那这一把的话呢它就是毛比较短 然后抓粉能力很强 如果你一不小心沾多了上脸之后就会形成一个灾难 那也是为什么我这次购入了这一把刷子 那这两把的话呢我当然是更加推这Chanel的这一把 那如果你要买两把腮红刷的话呢 可以这两把一起入 就是叠加着或者患者一起用 它们都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还有两个刷子要跟你们分享 一个是来自于Sigma的E70 这一支呢应该也算是网红刷了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博主都推荐过它 它呢其实就是一把鼻影刷 它的这个角度呢像是一个扇形的有弧度的 这一把刷子呢就可以非常好的卡在这个眼窝的部位吧 就是画起来非常的顺手 而且呢还可以把它立起来画这个鼻影鼻梁的部分 反正这一支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呢 Sigma E70一定要入一支 接下来这把刷子呢就是我用的非常舒心 很喜欢很舒服的一把刷子 就是来自于朗梅尔家的散粉刷 那这一把呢它的毛真的是又多又扎实 但是呢又非常的蓬松 非常的柔软很舒服 超级爱 那如果你平时有用散粉 或者是有定妆的需求的话呢 都可以入这一把散粉刷 它就是刷头很大嘛 然后刷起来很快就是三两下 整脸全部被扫光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会用这把刷子 去更好的融合我的高光腮红啊 阴影啊之类的 比如说你当天衣服小心阴影下手中了 然后侧脸呢有一道深深的线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把刷子 快速做一下熨染 它可以把你下手太重的阴影呢 调和的很自然 并且可以和你的底妆融合的非常好 那这把刷子呢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很爱 自从有了它的时候呢 几乎每天就每次化妆的时候都在用 彩妆的部分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护肤品了 那我们就先从Lapare开始分享吧 这一次的话呢是购入了这三样产品 我们就一一来说好了 他们的那个包装纸呢我都已经拆了 这样子的话呢分享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一点 首先是一个我的回购 那这款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Lapare家的蓝鱼紫面霜 我购入的这一款呢是他们家的正常版本的 他们有出一个轻薄款 那是比较适合油皮的 我呢是干皮 Lapare不久之前好像做了包装上的更新 那产品本身有没有更新呢 我不太确定 他们的这个spatula真的是变得更加的有质感 更高级了 这一款呢就是他们家旧包装的挖勺 非常强的塑料感 而且很轻 但是上面呢印有Lapare的字样 现在新的这一款的话呢 就更加的有金属感 更加的有分量 有质感一些 而且它的重量的话呢 就比这个要重很多 然后敲起来呢 也感觉它是一个金属的感觉 接下来呢又是蓝鱼紫系列的一样产品 那它呢我之前有用过非常多的中样 不过这个妆的话呢 应该是我第一次购买 那它放在梳妆台上呢也是蛮精致的 它跟Lapare家的紧致面膜呢是一样的 都有送一把这种小小的刷子 用起来呢也是比较舒服的 嗯我的脸上还有彩妆 里面就是一个淡粉色的膏体 没有什么流动性 摸起来呢也是比较Q弹的 应该算是比较好推开的 不是太厚重 但也不是属于轻薄类型的 接下来呢是Lapare家的最后一样 就是一个面部的磨砂膏 那这一款呢我也种草蛮久了 这次呢刚好又听朋友说非常的好用 推荐我去试试看 呃是这种淡淡的粉色的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颗粒 气味还是他们家Lapare一罐的护肤品的这个香料 香精味 呃反正就我都快习惯他们家这种味道了吧 其实我还好不是很介意 顺便跟你们吐槽一下Lapare家的洗面奶 呃那他们家洗面奶呢我是没有购买过正装的 都是sells给我的中样 然后中样的话还蛮大罐的 大概有这么高吧 我用了呢可能两到三罐了 但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喜欢过他们家的洗面奶 是洗的非常干净 然后清洁力呢也不错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蜡眼睛 我每次用的时候呢就是眼睛完全睁不开 所以呢他们家的这个洗面奶 我应该是永远不会去购买正装的 也不推荐你们去买 sells有送我两个小样 都是白鱼紫系列的 一个是眼部的精华 另外一个是眼霜 那这款眼霜呢我是有一个正装的 呃白鱼紫系列的话呢 等我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会单独出一个视频来和你们分享 呃那这一次呢 sells还特别搞笑 就是年都已经过了嘛 然后还给我送了这么多红包 他送了我好几盒 然后我手上呢就剩下这三个了 你们看还蛮精致的有没有 一个呢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就是liquid lift 反中立精华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面有一个钻石的字样 然后写着la perry 接下来又是一个我回购的防晒 就是这一款cladipode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已经回购过无数次了 非常的喜欢 那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 买它绝对不会错 你肯定会很喜欢的 那如果是油皮的话呢 真的是不要轻易入 因为它的滋润度呢非常的高 然后它呢是spf50pa三个加 擦了之后用了之后呢 防晒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 并且呢会有一个润色和提亮皮肤的效果 超级喜欢 这一次呢购入了非常多的面膜 刚好碰到这个疫情期间嘛 也不能出门 所以就打算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的脸上 多多护敷 然后呢敷面膜也可以敷得勤快点 当然勤快并不是说每天敷 每天敷的话呢你的脸会变得更加敏感 大家要注意一下 首先来跟你们分享 这三款吧 就是日韩的面膜 它们呢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在之前的年度爱用面膜视频里面有讲过 非常的喜欢它 适合敏感肌 干皮油皮呢也都可以用 它的保湿效果非常好 并且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那如果你当天皮肤晒红啊 有痘痘啊 需要修复啊 镇定肌肤啊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有任何的刺激性 接下来这一款呢是Dr.Jar的蓝色补水药丸 也是很多人都知道推烂了的一款 非常的好用 无限回购 那这一次呢也是买了一盒 接下来这一款面膜呢 是我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才购入的 用完之后呢就是马上爱上了 非常好用 很喜欢 它就是这个有抗糖效果 抗糖作用的面膜 是一个日本的面膜吧 非常的好用 给你们看 这些是我用过的 之前购入了一盒金色的 然后呢也购入了一盒蓝色的 我不太记得它们的区别了 但是我印象当中呢 感觉这个蓝色的会更加的保湿补水一点 所以这一次呢也就是回购了它 接下来这两款呢是专柜面膜 一个是这个伊利斯尔 它是Shiseido 就是资深糖旗下的一个品牌 一个系列吧 然后我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购买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上面呢是写着Lifting Moisture Mask 就是一个提拉和滋润的面膜 它应该也是属于精华液 会比较多一点类型的吧 它的单价我记得还蛮高的 好像是三十几四十美金 有这么六片 我还蛮期待的 接下来呢就是一款我种草了非常久 这一次呢终于下手了面膜 其实它的单价在专柜面膜当中呢 应该算是中等或者中下的吧 但是我自己呢从来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怎么就种草了 那就是这一款雪花秀的 它里面呢一共是有五片 哇你们看一下这个包装 真的超级有高级感的 它是上下两个分装的 反正就是包的非常好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它的使用感受 今天晚上呢就从它开始先用起吧 终于到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啦 就是和你们分享我新购入的美容仪器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小的吧 两个呢都是NUFACE他们家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轻便好携带的眼部仪器 那它的头呢也是比较小的 适合在眼周区按摩或者是法令纹的位置 它是有一个抚平细纹或者说减缓新的细纹增生的一个效果 它的这个盖子呢是有一个吸头的 所以用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 这一款的充电线呢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是要自己再用一个iPhone的插头插在前面的 这个粉色系列套装呢它有送三样产品 给你们也看一下 首先呢是一个iSerum 它就是一个眼部的精华 那这一款精华呢是在使用仪器之前先涂在眼周 或者是你要使用这个仪器的部位的 可以更加有效的帮助你平滑你的细纹 然后呢是一个喷雾 这个的话呢据说是有一个抗老作用的 但是呢我抱有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 抗老喷雾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类似于卸妆精或者去角质的产品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它是这种分装式的 所以用起来呢很方便 也比较卫生和干净 我买的这一款呢是带有三个不同的替换头的 所以呢基本上就包括了我所有对美容仪器的一个需求吧 基本需求 所以这一款的话呢如果你不想要买很多乱七八糟的仪器的话呢 单买它一个也非常的好 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的头可以去解决针对不同的问题以及需求 然后呢这一款它还有一个底座 估计也是可以充电的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器呢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已经带有一个头的 上面呢写了New Face的标志 快速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套组里面的两个头 一个呢长这个样子它是可以照出红光的作用呢应该就是帮助你去淡化 痘印啊然后痘疤之类的 另外一个呢长的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可以做一些眼部的按摩可以提拉一下上眼皮 这个的话呢和这一款其实有一点点相似 但是它的话呢携带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橡皮擦的动作去使用它的 然后这一款呢可能更多的是定点和提拉 我买的这个套组里面呢还赠有一个小罐的凝胶 叫做Gel Primer 在使用这一款仪器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先涂这个凝胶 然后呢我怕这个用的很快嘛 所以就购入了一个大瓶的 这个呢真的还蛮大的应该可以用非常久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流有比它大很多 等之后我用过一段时间呢再和你们来说这两款仪器 应该会单独的出一支视频 那今天呢我就先不多说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又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那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疫情期间呢 大家能够多多喝水多多运动 多多吃健康的蔬菜水果 然后都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啦 爱你们哦拜拜